你怎麼回事, 很少見你這麼問責 現在的騙人真的不能相信 在檢驗那裡遇到棘手的東西? 是指路的加密信息 用了最高級別的AES-56B的監特方法 銀行和官方都是用這種加密法 是將一個信息加密14次 如果沒有鑰匙, 只靠盲力破解 要用10億年時間才能解讀 魏子諾, 還雙重加密 就是說破解的難度在幾何級增加 所以你就找一些騙人幫忙? 我發散世人, 幫忙找一群騙人 收集不同的破解程式 誰知道那群傢伙不是潛水 就是夢寐飛沓 要不就隨便給垃圾當交貨 我看來這次都要靠自己 那些騙人全部都靠不住 那你又不會一竹膏打沉一船人 有些騙人都可以好碰、好靠得住 你是在說你自己? 當然, 不過我已經是前騙人了 但是我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到你 就是我在這裡陪你一起解密 還幫你打骨頭和打氣 你看看, 我還做了好食物給你 有這麼美味的蛋糕和沙律 還有一個這麼不說得的女朋友 我也覺得任何難度都拿不到我們 寶貝, 你不是繼續打嗎? 是的 先生, 要大力點還是勢力點? 完美 法官閣下 我當時人游少彤先生 跟洪瑞欣小姐結婚七年 獲有一名女兒, 游小玥 游先生跟洪小姐感情轉淡之後 達成了共識 決定和平結束婚姻關係 而雙方都想得到女兒的撫養權 小玥的補習和學琴的費用 是否全部由你負責? 當然, 女兒從小到大的洗費 全部都是我給的 游先生, 你知不知道 小玥今年考第幾 鋼琴考到多少級? 小玥今年全級考第二 已經三年沒有補習 鋼琴是零級 因為她沒有興趣彈琴 她現在學畫畫, 是水墨畫 也要我賺到錢 女兒才可以學幾學路 游先生, 你一年在家裡的時間 加上也不夠一個月 洪小姐才是主要的照顧者 對小朋友來說 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愛 你那宗撫養權順不順利? 就一停就打完了 那之後手上還有沒有官司? 有什麼樣子? 如果你有空就一起奪假去旅行玩 也好, 不如近近地去日本 別捱捱撥不多角 上次不是說好了 說去加拿大見家長嗎? 你沒有反對? 我也沒有同意 你是不是玩笑? 是不是想氣死我謀殺親夫? 最多都是不殺 你承認我是親夫的? 早知道, 多激你兩夜 讓你變先夫 不是變前夫就行了 你是否真的想見我爸爸媽媽 當然了, 還想問 馬上買機票飛過去還行嗎 那你要懂得分身 他們一個是溫哥華, 一個是多倫多 這麼複雜? 讓我跟他們合好時間地點 再叫你買機票 好, 可以安心睡覺了 對不起, 顧著看機位, 遲了 不要緊, 我們剛剛到而已 那些機位怎麼樣? 原來我們打算放假那幾天 遇到長假期 多倫多和溫哥華那邊的機位都很緊張 我想要快點跟你爸爸媽媽 調整時間地點才行 希嫂, 你沒事吧? 沒事, 你剛剛啟發了我一個新的項目 明天打架試發停單案, 可以用得到 那你跟你爸爸媽媽調整好了嗎? 真的要調整機位, 不然就沒有了 說錯了, 他們說最近很忙 所以可能遲些才能夾到 是不是我們突然說要過去 他們的時間準備一下 唯有下次吧 好 不過你不准假裝失憶 我會記住得確定的 不是為父母放過你 知道了 現在等前妾幫你點東西吃吧 是夫人才對 我們無名無分, 怎麼算都應該叫切 吃什麼?老爺 邊封律師, 可以開始提問 Hazel, 到你了 游先生, 想問一下你為什麼會跟洪小姐結婚 大家早就說好了是開放相關的 之後她長了肚子也要生出來, 就結婚 那為什麼你們又要離婚? 大家都沒有感情了 大家各自在外面有另一個無和平散場 為什麼你可以說得這麼理所當然? 你們當初打算離婚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我女兒? 我就是有想過女兒才打官司 現在她媽媽外面有另一條腦 要我女兒跟一個新的爸爸 你知道多麼可憐嗎? 跟也跟一個親生的了吧? 你這樣就叫她疼愛你的女兒 你們知不知道父母離婚 對小朋友的影響有多大?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你們覺得 離婚像家常便飯一樣 不對就換過飯, 換過的餐廳 你知道這些影響對女兒可能是一輩子嗎? 你們這樣, 無論法庭盤的女兒給誰 最擁受害的都是你們的女兒 辯夫律師, 請你記住 你是代表你當事人發言 是不應該加入你個人的感受 對不起, 法官閣下 我跟著你這麼久 沒見過你上台控制不了自己 我擔心你, 就叫Nix Sir來吧 Hitro交給你, Nix Sir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兩個大人可以這麼自私? 他們只想自己是否開心 完全沒有想過小朋友的感受 你爸爸媽媽那邊發生了一些事嗎? 當年我爸爸媽媽離婚 然後他們很快又各自有新的男女朋友 然後又再各自結婚 我以為他們經歷過一次婚姻失敗 但是會好好地對下一段感情 你怎麼昨天給我打電話給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簡直像大小孩一樣 他們跟我說 原來各自都找到新的對象 會再離婚 婚姻真的好像玩遊戲一樣 可以再玩遊戲再來過 然後再玩遊戲又再來過嗎? 我還以為你已經接受了 他們這種生活方式 我不接受嗎? 我很記得七歲那一年 有一天我爸爸媽媽 突然間很不妙地跟我說 說我們離婚 但我們還是好朋友 依舊會一樣感疼你 那時候我就覺得好像世界末日 但他們倆竟然甚麼事都沒有 之後我就逢星期一、三、五 就會去爸爸 星期二、四、六 就會去媽媽 星期日 他們還兩個一起陪我 我看他們兩個開心了 難道我說不開心嗎 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稱呼他們的 新老婆、新老公 幸好我在外國可以就這樣叫名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覺得 我從小都沒有家庭溫暖 所以到了這種年紀 都還想給我兩個算父算母 你說婚姻那麼兒戲 那為什麼還要結婚呢? 不是,每一對都是這樣的 我這麼肯定,我只是結一次婚而已 我都挺肯定 我爸爸當年都是這樣跟我媽媽說的 Hello,北美的朋友 快點follow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最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